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个recraftAI的绘图工具 那么在这边呢 他是有一个就是教学文章 那你如果说想要先看一下也可以 至少这是一篇中文的介绍 那么 在文章里面他有大略提示一下 这个工具怎么使用 他把它称作插画版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主要用在 我们讲的向量的这个 动作上面当然其实他也可以产生 就是图像的部分再把它转成向量或者就直接下载成 点证图也是可以 所以未来很有可能各位用以达崔的机会又减少了 那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所提到的是 像这样就是比较做 图字的一个方式 那么 你看他可以 找到就是说你可以像他 在上面的有一些那个 大家做的作品 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很多都还不错 那么他也可以直接上传 除了说用文字去做提示以外你也可以直接给他一个参考图 让他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成出来 那一样的每次可能会有两张到四张左右的 这个 图参征出来你再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 那比较特殊的是他的风格其实蛮多的 包括呢你可以看到的所谓的艺术 插画的风格 然后呢 Icon的甚至 2D或3D的图像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 生成的这种格式 风格其实还蛮多的 甚至他也支援就是重新生成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圈选要 更换的部分然后再给他关键字就可以生成 最后呢这些 你可以选择下载成点证图或把它变成所谓的SVG向量图 那简单看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他的网站 那你进到他网站之后其实一进来呢在他的下方这边 他也 有了一个影片 操作影片给你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呢 就是 他在操作 这个 平台 本身他有支援图层的概念所以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可以针对每一个图层去产生不同的 这些内容 然后就 放在一个大个画布里面 那么你现在看到这个就他就是 产生 像这样子的然后呢再透过 局部的再去做切换 他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 那就变成一个图层的图层 只是他在下载的时候是针对 指定的图层 所以他不会说是整张图就全部一起输出 好那大概了解过之后在这边我就可以 直接做登录的动作那我就用Google授旋 进来之后呢如果说 你真的 担心我这些英文看不懂其实 老师有试过把这个页面翻成 中文之后其实 是可以用的 只是说在 那个 写他的 Promote的时候你还是需要透过 就是英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个是 第一次载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中间就有一个这样的 图 应该说图层 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就是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小 首先你可以先选择 你要什么样的款式 那因为这边已经翻成中文了 我想你在看的时候应该就相对比较清楚 然后很多有写实主义的甚至做背景的 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来讲 明明是想要做一个 插画手绘的样子 好那你就选好这样的风格 你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 输入你的 这个 内容 好比如说你要一个 Sumflower 太阳花 好那么 如果你有需要纸巾色版 就调色的那个 颜色可以从这边就直接请他帮我产生 这样他就会在这个区域去把太阳花产生出来 你看他下面这边就有两个 你可以选择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说 你想要 针对某些区块 重新来做调整 比如说这个 那我就把 这个部分把它画起来 然后我重新画一次 点到这个图层 我们可以拿上来点 重绘 那你就把 你 觉得不OK的地方重新画起来 然后呢 这边告诉他 主要绿色的叶子 然后再重新制作 那他就会把刚刚那个区块再重新做调整 所以你看我们右边的这个 并没有本 那 这个好了之后 他本身这个其实 有一个白色背景 所以如果你需要 因为等于说他 我用这个手绘的他其实这种产生方式是产生点正图 所以你可以把 背景直接去掉 看一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只用了 中文翻译的关系 那我现在先不用翻译看 把背景移除 这样就背景就移除了 那如果说你有某些区域还要再重做这也可以 那 最后呢 在这边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向量化 也就是像我们上次 点正图转向量那样子 他就可以把它 就是转成向量的 甚至呢你还可以怎么样 重新去编辑他里面的这些原色 那如果不要的就再按一次就好了 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你按了这个那我不想用 我就再按一下就取消 那你目前看到这样就是一个图层 如果我想要再增加一个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呢再自己画一个图层起来 那么我们在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提示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找 这里 你有不同的 我们刚刚是 比较写实 就是比较手绘的 那如果你想做3D感觉的 像这样子的 那我就按一个 比如说 LITTLE YANG GIRL 好 有一个女孩站着 那我们就 请他帮我产生出来 那么在这边呢 你可以上传你想要的样式 他也会帮你产生 他也会帮你产生 有没有 然后这边你看样下面他就几个 给你选择 好 假设这样选好的 那当然这个大小如果你 不满意你都可以再做调整 不过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那个 缩放的部分 是没有锁定的 所以如果 你拉错了可以从这边还原一下 好 那 如果说你确定我要这个 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 像Mijury一样我就指定这个再来修改 所以我如果 点到这个 好你看他这有相似度嘛 相似度最高是10 然后最低是1 所以呢 我希望跟这个的 很像 比如说你想要修改男 比如像这样我重新产生一个 我也 不调整关键字 那你把他相似度 设得越高 待会产生出来就跟他越接近 那现在你有看到一个问题 脸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在这边我就把脸 重新 框悬起来叫他重新产生 还有他的手也是有点问题 所以你都可以像这样让他重新产生一次 看看这样 能不能修正这个问题 糟糕 然后越修越惨 如果你 确定是这一块你也可以直接下关键字给他 然后我就告诉他这里是 五根手指头 OK 哇 糟糕 我看一下后面 哎呦有这个就正确的 这就正确的 所以这个部分啊就是 你可以 试试看看的 所以他一次可以产生很多个 那就是资源图层 那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一些快速键这边都可以去找一下 比如说凸层的上一层下一层 然后变成手啦 这些都可以 最后来看一下输出的部分 输出的话呢你看这边 这一张来讲的话他目前其实是点正的 所以你需要做向量化 那我们刚刚右手边这一张已经 向量化了他就变成SVG 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出 那如果你想要点正图 他也可以直接把他放大两倍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是372 的一个正方形 那你放大两倍就变成700 呃 744嘛 对不对 所以 像这样使用其实 他就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部分啊跟 以往大家在使用瑜伽吹的 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Mijuri 或者是我们的Leonardo 他在这一边 像这种 向量的部分就相对比较弱一点 OK给大家做个参考咯